关键词就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而在这个区域里头 大陆将开放包括金融服务 商贸服务等六大领域 最大特色是负面清单管理 简单来说就是列出一张不能做的事情清单 凡是呢这没有禁止的事情 在自贸区内都能够进一步的推动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揭开红幕 宣告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上路 他涵盖了上海现有的四个保税区 针对服务业六大领域 金融 航运 商贸 专业 文化 社会等进行开放 按照内外之一致的原则 将外商投资项目由何等制度改为备案 上海自贸区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负面清单 也就是列出不能做的事情 凡是没有禁止的在自贸区内都能做 当中最受外界瞩入的就是金融业的开放 自贸区内将可以资本自由兑换 利率市场化与人民币跨境使用 要是要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境外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实现跨境融资的自由化 上述的金融改革都要在风险可供的前提下予以推进 防止热钱通过自贸区冲击国内的实体经济 跟大陆过去给优惠减税的经济特区相比 上海自贸区希望借由对外开放引导改革 替自由经济创造空间 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代表大陆金融改革开放的进一步 而台湾的自由贸易示范区最快却要在明年才能上路 台湾有可能会因此而措施先机面临更大的挑战 主任新闻吴明山李振华在上海的采访报道